让劫匪感受被抢劫的滋味 男人一个飘移甩飞了持枪劫匪 劫匪做梦都想不到会被人抢劫 愤怒地拿起冲锋枪就要突突死男人 不料射出的子弹在男人眼里却如同漫方 他不仅能一巴掌拍飞子弹 躲开更是轻轻松松 可他却选择了最装逼的徒手接子弹 这直接给劫匪看待了 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知道什么时候男人已经到了他的身后 下一秒劫匪就被丢飞 狠狠砸在墙上晕死过去 另一名劫匪剑撞连忙开枪射击 可男人却任凭子弹射在自己身上 像个没事人一样走到小丑劫匪面前 跟掐小菜一样掐断了对方的脖子 可就在这时武装部队已经包围了银行 直升飞机也随时准备精准打击 只需一秒就能将男人打成筛子 然而银行中的男人却丝毫不慌 却不知假死的劫匪已经记住了他的背影 看着无数把枪口对准自己 男人却如同逛街一般轻松 面对佛伯勒的最后警告 男人却故意装出拿枪动影 随着佛伯勒一声令下 全体特警瞬间扣动扳机 男人见状微微一笑 紧接着双眼射出高温射线 直接引爆了一旁的警车 恐怖的爆炸吸引了佛伯勒的注意 然而等到佛伯勒回过神来 却发现地上只剩下了被射烂了的面罩 而抢劫银行的男人 竟是我们熟知的超级英雄超人克拉克 看着报纸报道的抢劫案件 父亲不敢相信自己 那善良的儿子怎么变成这样 他现在就要去将儿子接回来 可妻子见状却连忙阻碍 就算他去了也根本没有作用 身为人类的他怎么能阻止身为超人的儿子 况且这一切都是克拉克自己的选择 只有等他自己愿意回来才行 而另一边克拉克正睡着觉 不料两个持枪的男人突然出现 按话不说就开枪疯狂呼呼 经过七七四十九个小时的设计 男人才停手前去查看情况 可下一秒被突然掀开 克拉克不仅安然无恙 甚至随手一推就直接将他们甩飞 男人正是大都会最大的黑社会投资摩根 他看中了克拉克的能力 只要克拉克帮他做事 根本不用再去抢劫银行 原本克拉克根本不在乎这一点 但直到拉娜有一天找到了他 克拉克以为对方是来跟他私奔的 不料拉娜却偷偷告诉了克拉克父亲他的位置 并不想回去的克拉克愤怒地甩烂了他的手机 随后找到了摩根 表示他想离开这里 去到一个没人能找到他的地方 但摩根却说得先帮他去偷一样东西 可就在克拉克潜入卢瑟大门 轻轻拍碎了保险门的门锁 随后揭开了整个大门 拿到了摩根想要的东西时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